点这个资料型 这个资料型还是非常重要 当然我觉得它重要性虽然没有串列那么高 不过基本上如果你的资料量 尤其是你跟资料库 或者像杰森外部的档案要串接的话 通常都会直接用这个字典的形态 来去接这些资料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形态不熟的话 恐怕很多事情会出错 那里面的话比较重要的方法 当然它一样跟串列一样有个LEN的方法 你用LEN也可以知道说 这一个字典里面它有几笔资料 其实就有点像资料库 几笔RAC 反正它的RAC一定是KeyValue 它多一个跟类似资料库一样 Key的话它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它是unique 唯一的不会重复 第二个的话 不可能是Nore Nore就没有资料 一定要有资料 有这两个特性 但是串列都没有 串列的话重复也可以 它不会管 空的也可以 就算以后 但是字典不行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字典的形态 另外还有就是说 你可以clear里面的资料 复制或get 然后利用什么 利用两个蛮重要的方法叫Key 哪个Dictionary的Key是 这个方法就是你要取的 因为我讲过它字典里面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两个串列 一个串列是Key 一个串列是Value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Exale Exale不要能够理解Exale 就是就两个栏位吧 好不好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一栏的话就Key 一栏就Value这样子 不然的话有时候其实 要讲Python就比较抽象 这样Exale的话 大家比较会看得到 因为 毕竟Exale它是一个视觉化工具 看得到的 你反正你就是滑鼠能够点得到 你就可以操作 但是Python不一样 Python是什么都看不到 你要有想象力 所以有时候写程式的话 常常都是在脑袋里面想 这个回圈 这个变数 这个什么什么东西的 实际上 所以相对的会比较抽象一点 那当然未来 如果说你不能够有具备这样的能力 所以写程式会比较累 OK 所以这个 当然有的时候我会尽量类比 比如说你用Exale 是这样看得到的 实际上它基本上就是在Exale 类似在Exale里面 帮你做一点事情 道理是一样的 OK 所以你可以把字典当成两栏的 一栏是A栏一栏是B栏 这样子应该比较可以理解 只是说呢 不一样的地方是A栏里面那个Key 是不能重复的 资料不会重复 而且一定要有资料 大概就这样的概念 那如果你要取得 它的第一栏Keys的话 你就用Diction.Keys 它就把你整栏东西丢到前面 但是你要丢给谁呢 特别重要通常会丢给串列 因为它两栏不好处理 OK 所以通常会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的话呢就Key 就丢给谁呢 丢给串列 所以通常它把它转型成一个串列 前面会有个串列去接它 后面的话呢会有个Value Value的话呢就是一样 就是在把丢到另外一个串列了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举一个例子 因为这个资料形态 这样讲有点抽象 所以我们拿那个之前 我们讲过的一个范例来看 这个范例的话 各位应该还有印象 因为也是之前讲那个串列时候 讲比如说我输入成绩 应该还有印象吧 比如我输入97 98 假设我输入 随便输入三个乘七 然后呢最后一个乘七 如果要没有了 你就怎么样 把它变负一就可以了 它会做什么呢 计算我输入几个人的乘七 还有它总分多少 平均多少 有没有三个东西 另外也许你可以延伸最高分几分 最低分几分 有没有OK 那不过这个串列里面 会有一个盲点 什么盲点呢 就是 这是谁的成绩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增加一个栏位 是谁的成绩的话 那可能你要不就是像之前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串列 有没有 那个串列呢 你就放名字 另外一个方法 你干脆直接用什么 用字典来处理就OK 所以待会我们会把这一题 改写成字典 差别 差别只有什么呢 多一个栏位 就是姓名 谁的成绩 比如98分是谁 是什么 王小明 97分是谁谁谁 等等的 那Enter之后的话呢 我们得到 有没有 后面的话 共有三个 所以他会把他的 他里面的那个LEN 它的串列 总共三个 然后把这边加总 用SUM 那平均的话 就把SUM 的结果 处理他的总长度 然后另外用那个MAX 抓到最高分 用MINI抓到最低分 OK 但是这边少一个名字 谁嘛 所以呢 我们来改版一下 如果我今天需要 把它改成Dish 那一版 到底改哪个地方 其实第一个最明显的 就是我们的串列 一定是中瓜虎 如果你改成字典的话呢 它就变成大瓜虎 所以第一个改变 就是瓜虎 长得不一样 OK 所以特别是 在Python里面的话 它是用这样的符号 去区隔 OK 也就是中瓜虎 是一个串列 大瓜虎的话 通常是一个字典 当然在Python里面 还有Set 不过那个 就另外讲好了 OK 理论上的话 你就把它当字典 那这个字典里面呢 就是变得亮 你可以把它想到两个 两个串列 那所以呢 我把这边改好的结果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那如果用串列的话呢 第一个一样学生成绩98分 它会多一个 请输入学生的姓名 多一个栏位 姓名是AAA好了 我就不想这是谁的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97分 它就是BBB好了 也就是多一个栏位 可以让你多输入姓名 然后最后把它怎么样 把它可以拆解开来 那一样我如果把这三个人的结果 最后一样是负一 如果在这边 假如是成绩输入负一 他就离开 然后帮我算完 几个学生 然后呢 总分平均都一样 差别只是说呢 Enter过之后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多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是 谁的成绩是几分 谁的成绩 当然这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字典 你也可以用串列 只是说你要用两个串列解决 OK 两个串列解决 但是既然我们学了字典 它有这个字典 就有一定它的道理 当然有的时候说 你全部都串列 程式也写得出来 只是你程式会写得相对复杂 它有个字典就希望说 你可以有这个用这个资料形态 再去对应到那个相对复杂的data 那最后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底下还要算什么 最高分是谁 姓名算出来的话 那这个要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 我们大概把重点跟各位讲 一 我们在那个 这个串列的话 它的空串列一定是一个中瓜 那字典的话呢 它一定是一个什么 一个是大瓜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如果把这个直接来改 如果要改的话 把这边全部复制 我把它贴过来 如果说我假设 我全部的用它这边的来改 好了OK 那这个档应该各位都有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改成DICT1好了OK 然后呢 后面的话 就把它改成大瓜 那这个意思说 我建了一个字典 它就两栏 那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我除了可以输入成绩之外呢 我还可以输入它的名字 所以我多一个什么 ins go加一个in name 好的 等于什么呢 等于空置串 OK 那后面的话呢 那当然我就什么 一跑一个乌雄回圈 当它输入不是-1的话 不是-1就break 不是-1就帮我加成绩 另外的话呢 还要加什么 加那个它的名字 所以我就把这个加进 这个后面 一样 第一个问题是成绩 第二个问题是它的姓名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再加一个 请输入姓名 但是因为姓名的部分的话 它不需要转型 因为那个eValue是要把 那个我们的 input是一个字串 就不用转型了 直接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in name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直接把这个变数名称 用这个来接 把名字 帮我把它放在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把资料 这个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来了 在那个我们的创页是用append 但是特别注意 在additional里面 它是key value的架构 所以如果你要新增资料的话 第一个你就是加一个什么 它的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 记得在后面 不是大瓜糊 还是中瓜糊 里面的话呢 记得给它key key假如说我用什么 用名字当key好了 它的名字 等于后面特别是说 它的成绩 这样的话呢 第一笔成绩就输入了 然后换下一个 下一笔成绩 下一笔成绩 那再来的话呢 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有两个 一个key一个value的话 那我将来要怎么把资料分出来 一个key一个value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前面我key的话 我假设这边加一个list key 的一个变数好了 这个我自己取 等于什么呢 我用什么呢 用那个di 我把它分开来 因为习惯上 我习惯处理是一个digital两栏 我希望还是把它切开 切成两个串列再来处理 会比较简单 所以呢 我要怎么把它切开 你可以什么 把它的key 这边有个keys的方法 你把key 特别重要keys的方法 取得它其中一个串列 要丢过来的话 记得前面 记得要把它转型 如果你没有把它转型 它会失败 所以我第一个把key 放在keys 第二个的话那成绩的话 第二个就里面它 这个是指了它的姓名 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scope 也许有名称用一样 scope等于什么呢 把一样转型 一样把它的value抓出来 所以后面的话 你就是再用另外一个方法 刚刚有出现过 点value 把这个value的值 把它丢到scope 其实其他这样子 基本上都不用改 就完成了 只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成绩 谁的成绩 谁的成绩多少分 把它列出来的话 那我还要再写一个回圈 什么回圈呢 就是把那个additional里面的 所有成绩都抓出 一个一个一个的放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那个 前面我们有讲过 那个串列输入成绩 那个部分调出来 然后呢 再试着把 这一个范例 改写成 这个字典 OK 它其实是key value的架构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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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